第八课 朝三暮四的古今译 课文 朝三暮四 成语是汉语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词汇 成语有固定的结构 不能随便更改 意义是整体性的 不是每个字意思的简单相加 而是综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一般来说 成语的意义也是稳定的 很少发生变化 比如我们学过的盲人摸像 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但也有古今不同的 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朝三暮四 中国古代有一位哲学家 在他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从前有位老人喂养了一群猴子当宠物 相处久了 彼此居然可以从表情 声音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 猴子太多 每天要吃大量的瓜果蔬菜和粮食 然而一个普通的家庭财产不多 哪有那么大的财力 满足一群猴子对食物的长期需要呢 老人甚至必须减少家人的消费 好节省些食物拿去喂养猴子 他注意到该限制猴子的食量了 问题是猴子不像猪狗 吃不饱时仅仅只是叫叫 他们如果得不到好的待遇 就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经常跟人淘气 老人的朋友送给他很多巷子 这是一种猴子爱吃的果实 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 用巷子喂猴子倒是个办法 于是老人对猴子们说 接后你们除了吃馒头 还可以再吃一些巷子 我早上给你们三颗 晚上给四颗 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三 觉得自己吃了亏 一个个立即身子跳来跳去 对着老人大喊大叫的发脾气 老人见猴子们不接受 就换了一种方式 安慰他们说道 要不这样吧 既然你们觉得少 那就改成每天早上四颗 晚上三颗 这样总够了吧 猴子把主人前面说的一个四 荡成全天多得了的巷子 所以马上安静下来 显得格外开心 老人看着这情景 哈哈地笑了 哲学家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不要太关心生死得失 因为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没有失去什么 也没有得到什么 不过发展到今天 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 你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意思吗 生词 朝三暮四 词汇 固定 结构 整体 综合 完整 哲学家 预言 喂养 群 猴子 宠物 相处 彼此 表情 行为 对方 蔬菜 粮食 家庭 财产 消费 节省 限制 猪 调皮 淘气 淘气 巷子 果实 不足 倒 馒头 磕 磕 似乎 吃亏 方式 安慰 要不 要不 显得 格外 情景 哈 0 吃亏 白 、 尖 什么 匹 赚 辞 辞 草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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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